今天為大家試駕的車型 是它也只有頂尾 這兩個好開桌的 它的行李箱 今天是我們春節後開工的第一次試車 要試的車 大概也在一年前我為大家試駕是四座的LM300H 然後今天我們重點會擺在 黑色這一台7座的LM300H 但是在白色是四座的 四座只是拿來當作背景用 先講一下市場訊息 有一個比較重要比較有趣的訊息 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就是 這種大型的NPV 在台灣企業市場 向來不是主流 但是LM上市之後 其實消費者很明顯感受到 馬路上滿街都是 除了原本的Alpha以外 現在LA越來越多了 自從它上市之後 現在 這種大型的NPV 市占率 在2020年的部分 增加了2.3%的市占率 我覺得 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是什麼 以前這類大老闆 尤其是後座買家 大部分會選擇的車款 就是大型豪華的 進口房車 比如說S-Class 或大漆 或A8 但是現在的人不運動 跟我一樣 然後長時間做辦公室 長時間滑手機 腰椎都不好 你看這個上下車 你等於是跨一個樓梯 就上車了 以前S-Class那種車 你是要上 要進去要鑽的 第二個你要坐下去 這個脊椎 所以這個地方不好的人 你上車容易 下車困難 你要攀很多東西 才有辦法下車 隨著年紀越來越大 我覺得有些人 都不會去買這種 大型豪華房車的 反而會考慮這類車型 為什麼 家裡的長輩 像我 我的媽媽 他只要看到房車就皺眉頭了 但是看到這類車型 他就笑嘻嘻的 上下車很便利 再來就是 我朋友的小孩 上下車空間又大 裡面感覺是一個遊樂場一樣 讓小孩在裡面舒舒服服的 在後座可以看影音 然後呢 又可以有很好的 獨立的座椅 很舒適的座椅乘坐品質 加上很好的行路質感 家用也可以 商務用也可以 這也就是為什麼 這類MPV車型 在台灣的銷售 永遠不用擔心 沒人買 目前在四座的部分 已經有限車可以交 之前搶車搶很兇 都沒車 現在有車了 但是 我們今天的主角 是這台黑色的七座 如果你今天去展示這間訂車 要四個月以後才能交車 最後一個就是售價了 這兩個孩子的售價 在四座的部分 五百萬整 我們今天試駕的重點 七座的LM300H 三百六十七萬 因為我自己也有一台LM 所以我對這台車非常的了解 我的是四座 那今天呢 我們試駕的是七座的 很多人會說 買Alpha就好了 幹嘛買LM 但是呢 你要想到交車之後 售後服務還是有很大的差異 不管是保養廠的環境 硬體設施 連一個簡單的客戶休息區 甚至包含了整個售後服務的感受上 LASUS向來不要說在台灣 在全世界都有很好的評價 我們來看LM外型 水箱護罩是最明顯 可以分辨它跟Alpha之間的差異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這個LASUS 這個藍色的廠灰 也代表就是 目前不管是四座和七座 它都是油電版本 很多人都知道 Alpha最近也改成2.5油電 而且系統是一模一樣的 底盤也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很多人會說 這個八十幾萬的價差 為什麼不買Alpha就好了 但是我覺得 品牌這個Logo 確實會讓你在交車之後的體驗 會有很大的不同 水箱護罩是它最大的差異 大量的鍍鉻材質 加上這個面積非常大 應該是現在LASUS面積最大的 仿錘型水箱護罩 你看它的外框 尤其在下緣的部分 那個鍍鉻材質 如果鍍鉻材質在全球的銷售 可以抓出一個比例的話 LASUS一定是第一名 大燈雖然沒有多光速 但是有遠近光自動切換 加上有一個L型的 非常有質感 而且辨識度非常高的日行燈 霧燈轉向輔助 甚至包含霧燈附近的鍍鉻 這個也是倒L型的 這個設計呢 是可以分辨它跟Alpha最大的差異 然後這個頭燈的質感呢 我認為是它這台車在外型上 不管是整個車頭的比例 甚至包含了頭燈的大小的比例 整個質感的表現 加上今天我們因為自家是黑色的 黑色車型配上鍍鉻材質 就是會有一種神秘高貴 以及非常豪華的這種品味的感覺 你看它整個車身的設計 LM為什麼會這麼成功 除了它有奢華的內裝之外 第二個部分就是 你看它整個車身尺碼 幾乎在市場上很難找到競爭對手 而且它刻意的讓車身放棄很流線的線條 用幾乎達到極限的四個輪 刻意的在車身四周的外擴 加上方正的車體 短車頭長車身的這種設計 讓它的內裝的空間表現會非常的出色 然後在前檔紅玻璃上方的鏡頭 它也在上市的時候 直接搭載了最高規格的輔助駕駛 我們接下來看看它的車側 它的輪圈尺寸 不管四座或七座都一樣 但是有個地方是要跟大家做分享 而且我認為這是它行入質感上 非常重要的一個配備 雖然不是電子避震器 它是機械的 可變阻尼的機械避震器 我不知道它的底盤其他結構 因為我也曾經擁有過α 可是LM在舒適的表現 確實比α還要來得出色 因為多了這個機械阻尼可調整的減震筒 造就了它在處理坑洞的舒適性的表現上 甚至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車式的隔音加上 車式所有塑膠皮質刺板的 彼此間的噪音的抑制表現 LM確實非常的出色 後續性上當然整盒的盲點 還有方向燈 其他的外觀的配備 你如果把格子貼的黑黑的 四座和七座你是分辨不出來的 然後門把的部分 前面有KIDIS 後面的話兩側是有電動的側滑門 它整個車側的板件非常的平整 沒有什麼太多線條的點綴 其實這個和其他的MPV非常類似 主要是靠很多大量的鍍鉻材質 去點綴它的外觀 我們先來看車尾的設計 其實我很喜歡這個鍍鉻四條 延伸到後方這個比較大面積的尾翼 尾翼裡面還隱藏了一個 後方後擋風玻璃的雨刷 甚至包含了尾燈組下方這個 倒L型的鍍鉻四條 另外還有一個部分就是 分辨α和LM最明顯的地方 就是貫穿式的尾燈 這個尾燈在晚上辨識度非常的高 而且非常有質感 然後右邊告訴你 300H目前它唯一的動力 V6已經停產了 保管附近呢 有一點反光片加上 大量的鍍鉻材質的點綴 已經看不到排氣管了 另外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只要是LM 不管是四座或七座 在廠徽上方這邊都有一個CCD 這個CCD 就是電子後製器 它電子後製器是標準配備 尤其在四座的時候更需要 如果你老闆把那個 電動升降的隔屏關起來 然後又霧化玻璃的話 駕駛根本看不到後方 所以 這個 車式的電子後製器就變得非常重要了 我們來介紹它的動力 不管四座或七座它的動力是一樣的 它的動力的輸出表現呢 並不是它的重點 以它的車重來說 重效處理163P的最大性能輸出 稍顯不足 但是經過我長時間的認證 大概就是你油門要踩深一點 第一個 第二個部分你油門踩深 你就失去了油電系統的功能 通常油電就是盡量能夠 油門踩輕一點 然後就有很好的電池馬達的輔助 讓你達到很好的節能效果 但是因為電池馬達輔助呢 在後輪的部分 它帶給你的動力輸出呢 會不夠 所以你的油門就會踩得比較 踩得比較深引擎就會啟動 已經啟動之後呢 它就耗油了 所以這台車在市區還OK 你只要上高速公路 尤其爬林口坡 林口坡的時候 你油門就要踩 甚至要過1分之1 甚至要達到2分之2的油門的水準 才有辦法在高速公路那個林口坡 或是幾個上坡路段呢 達到你要的速度 這具引擎排氣槍2.5 一樣是四缸2.5的油電自然進氣引擎 還有最大馬力 縱效出力163匹 在引擎的部分 最大馬力117 扭力20.2公斤米 極速可以達到152公里 搭配的變速箱一樣是CVT 懸吊系統前賣花城後獨立的雙A被 它的驅動方式是AWD的E4 電子是四輪驅動系統 不是傳統有走傳動走的 它的前後呢 前面靠的是引擎的動力 後輪靠的是馬達和電池的輔助 讓你達到另外一種四輪傳動的一種功能 講了那麼多規格 我跟大家講一下我的心得 我自駕的時候呢 我享受的是它移動過程的寧靜舒適 但是我不要求它0到100加速 老實說我也不太苛求它的油耗 以我一年跟它的相處下來 就像我一開始說講的 它就是夠用 你要想要有很好的爆發力 又或者是你覺得我付出300或是500的車價 我希望它的性能表現可以達到一樣的水準 在這個部分你可能要失望 但是我覺得這是這台車唯一少數的缺點之一 它有很多的優點都是在它的內在 尤其是人常常會使用的車式空間表現 我們接著打開尾箱 尾箱它其實有電動紋門 但是你沒辦法透過後方的電磁閥去開啟 你只要按下去之後它只是釋放 當然也不會有腳踢感應 你只有兩個方法 一個在車室內 上方用按的 另外一個就是遙控器 我覺得這可能是一個安全顧慮的考量 因為你如果在後面 你靠的尾門太近 你如果這個電動尾門打開 你可能這個地方 就打到你的下巴了 打開之後它的佈局和 那我們之前介紹的Alpha是一模一樣 包含了座椅的收折 包含了空間 甚至包含了這個底板下方的置物空間 也都是一模一樣的 椅背的收折 在第三排 如果你把它收起來的話 會影響到第二排 坐墊平行往後滑移的功能 所以大部分的七座 不管是Alpha或LM 座椅會做這樣的設定 不會把它收折起來 但是這樣的設定 你後方的行李箱空氣就會變小了 所以你看它椅背後方下面基座 有告訴你有兩個把手 第一個 椅號把手 是椅墊平行滑移 這個很重要喔 因為你往後滑 幾乎已經沒有後箱空間了 可是可以讓第二排座椅 的膝部空間表現延伸的更好 但是我覺得其實 它的膝部空間 因為已經表現非常好了 所以這個的滑移 大概就是 行李箱空間的取得與否 或者是你把它收折起來 創造出更好的行李箱空間 因為它雖然空間大 但是因為第二排座椅 它不能做收折 也不能拆裝 它不像T6.1它可以做拆裝 不能拆裝的情況下 大概你四個人 去打高爾夫球 四具高爾夫球具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出國的行李箱 或是一些 要拖運的行李箱 它的空間表現 就沒有它的競爭對手 來的好了 你看我們現在刻意的把 第三排一個座椅是 固定的 一個把它收折起來 你看這個 差異這麼多 這個差異代表的西部空間 就有這麼多的差異 而且啊 它的椅子 已經不能往後倒了 另外一邊 我示範給大家看 椅墊都已經到極限了 但是椅背 可以坐很舒適 然後加上前面這邊 有那種商務座椅 你可以把前面這邊 再把它抬起來 抬起來之後 老闆坐起來就會非常的舒服 所以你看 第三排座椅 一個收折 它創造比較好的行李箱空間 可是相對的 人 就受限了 我坐在這邊 當然它的空間還是很大 你看拳頭 拳頭好多 無數個拳頭 但是它的椅背 就不能坐 你看已經卡死了 到這邊就卡死了 就不能再調了 然後上方這邊 有一個螢幕更大的西頂螢幕 小朋友最喜歡的 如果你小朋友坐在後座 安全帶系 因為它有兒童安靜座椅的固定扣 坐在合法的兒童安靜座椅上面 看著前面的電視 距離又不會太近 不會傷它的眼睛 然後加上它會可以很安靜 晚上要看星星 把這個 手動車在那邊打開 給它看星星 又可以看電視 然後冷的話 可以調一下它的空調 前面就可以調了 包含了 多色的氣氛燈 都可以在這邊做調整 然後前方 也有一點小小的置物空間 這個就是它的遙控器 我覺得它的遙控器不是很好用 因為它有兩個 它有一個不知道在哪裡 它的功能性太差 第二個部分就是 它可以擴充性也太差 我覺得未來 逼住之後 這個螢幕 最需要改變的地方 就是這個螢幕 不過好消息是 2021年式的LM300H7座 後方多了一個很重要的配備 USB充電孔 多了一個充電孔 我想可能會是在這裡 又或者是在別的地方 所以它後座的空間 第一個 它的座椅的調整都是全電動 還有通風加熱的功能 然後上面還有一個閱讀燈 這個和Alpha都一模一樣 另外一邊就是 一個可以前後滑椅的 非常小非常可愛的餐桌 然後在餐桌前面 還有一個杯架 你看這個後視鏡 你如果去撥它 這個地方 它就變成傳統的 但是在七座才能這樣用 四座因為這邊有一個私密隔屏 你完全會看不到後面 你如果把它撥回來 就是我們那種傳統反光的那個撥桿有沒有 你把它撥回來 它就變電子 電子你就不用去調整 你怎麼不調它都自己一樣 下面這邊有一排按鍵 有一個是類似功能的符號按下去之後 可以做亮度啦 一些調整 都可以在這邊做 可是通常 原廠出廠設定就已經是很準了 不用做太多的調整 這個後視鏡和我們傳統這個 比較起來 這個 電子的會感覺比較近 如果傳統的話 因為它這個是真正的鏡像 所以你就可以很容易 而且加上我們 人類開車幾十年百年來的後視鏡 都是這樣的角度 你看習慣了 你如果看成電子的 會有一些沒辦法適應 要花一點時間去適應 但是適應過後 你會發現它好用的地方 不過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晚上的時候 常常會有些倒影 我所謂倒影是什麼 因為畢竟它這片還是一個鏡面嘛 鏡面的會有一點點 好像鬼影那樣 就是連一個車變兩個影子 一個是傳統CCC照 一個是它的影子 會反射到這個鏡面上 也要花一點時間去適應 適應之後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而且只有晚上會發生 白天比較不會發生 我們講它被動安全 七氣囊 架子是有西部氣囊 而且四座和七座配備都一樣 包含了 最高階的LSS Plus 2.0 全速域的ACC 車道居中 車道偏移 盲點 行人偵測 也是全車系 都是一樣的標配 只差在幾個地方 第一個我認為是最重要的 就是這個座椅 今天因為四到七座 你座椅 假設今天我是司機 你隨便你要怎麼做都可以 你看它 因為後面空間很大 當然後面不能有老闆 老闆就不行 你看你可以這樣 如果四座 那個隔屏 阻礙了駕駛者的身材 你身高大概比我高一點 你坐在前面會很痛苦 因為它的椅背 可調角度只有一點點 後面有一個牆 把你擋住了 第二個 椅墊前後的滑椅 也只有一點點 所以你坐在前面就是這樣 縮著 你要當LM的司機 身材很重要 如果180 190 你根本基本上坐在前面 開起來會非常痛苦 但是七座就沒有這樣的問題 而且七座 跟後面的互動是直接的 四座 有一個隔屏 阻隔了你跟老闆的交情 交情好 隔屏打開 交情不好 隔屏關起來 你根本沒辦法跟老闆 或是跟後面的乘客 有任何的互動 所以我認為家庭用七座 商務用四座 然後前方 這個螢幕 第一個觸控 第二個Apple CarPlay 內建的車用導航系統 包含了倒車CCD 360度 而且它的畫質表現還不錯 當然不能跟Audi比 Audi現在是最好的 BMW也很好 可是Lacers在這個部分還要加 這加上我們之前有做過 輔助駕駛的極皮 Lacers在輔助駕駛的部分 還有一些細膩的地方 要做一些調整 下方的按鍵布局都一樣 雙區和溫 後方還有一區 另外一個可以調整 就是方向盤左邊 有兩個座椅 你可以把它歸位 老闆下車 或是你常常在 不一樣的客人的時候 每個客人都去調整 它正常舒適的座姿 那如果說它下車之後 可以把它調整到正常的位置 變速箱撥桿 還是傳統巨齒狀的 並不是線傳控制的 左邊有電子手拉車 Auto Hold EV Mode EV Mode 在這台車上用到的機率不高 第一個就是因為 你要求的速度 取決到你的油門踏板的深度 油門踏板太深 EV就沒辦法啟動 然後後面群聚系統開關 ECO模式的開關 然後它所有的木紋飾板 基本上是不能選配 它只能選配 座椅的顏色 一個是黑色 一個是白色 所以它總共有四個配色 白色外觀 黑色內裝 和白色外觀 白色內裝 四種搭配 然後在下方 有一個手寫板 有幾個快捷鍵 以及後方還有一個不一樣 就這裡 像現在這個是冷熱通風椅 如果是在試坐的部分 不是這個 它是控制這個私密隔屏的 這個電動玻璃 包含了霧化 透明 還有開關 都在這邊做控制 旁邊有兩個杯架 扶手 不能調整 但是兩側都可以做開啟 打開之後 你傳統的USB都在這裡 包含了連接的Apple CarPlay 都是在這邊做連接 然後這個扶手的深度還蠻深的 儀錶板 很可惜還不是全數位的 未來可能大改款 會改為全數位 現在還不是 還是傳統兩個類比指針 中間有一個簡單的彩色之驅目 但是這個是簡體中文的 你在這邊可以做 不管是安全的設定 甚至你用車機導航目的地 這邊也會有簡單的圖示 方向盤三幅式的 它的定速裝置和輔助駕駛 還沒有整合在右邊 還是單獨的一個撥桿 然後大燈雨刷都有自動起B的功能 大燈你記得要 如果要啟動遠近光自動切換的話 方向盤左邊有一個大燈 AUTO的浮花要按下去 才能夠把它切到遠光燈之後 開啟遠近光自動切換的功能 兩張座椅都有電動椅 架子座有三組的記憶裝置 這兩張座椅和ALFA是一模一樣的 只差在我剛剛強調的四座和七座 像今天我試駕七座就非常有感了 七座對駕駛者的善意太好了 如果是四座的話就太痛苦了 然後上方一樣 前面是手動調整 可以上先不能往後 然後有一個手動遮陽連 後面也是手動遮陽連 但是後面是電動上先 或是電動開啟 然後我很喜歡LASERS另外一個配備就是 它在兩側側側的出風口 這兩個杯架 可以讓你的飲料放在這個地方 有一些保冷的功能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我剛剛所講的 你看到後視鏡的位置 和旁邊側面的三角窗 就是A柱這邊有非常大的距離 所以你在駕駛的時候 加上它的車高比較高 說到車高 它的車高接近1米9 所以2米以下的停車場 盡量都不要下去 因為下去之後 有可能你一下去 上下傾斜角度不一樣 可能會造成你的車頂會弄滑 所以要記得2米以下都不要想下去 2米以上2米1那個時候 下去會比較安全一點 然後因為它車身高度高 所以你看它的頭部空間表現就非常好 架子式也非常好 加上兩側的大面積 我非常喜歡這大面積三角窗 可以讓你的盲點幾乎沒有 其實我比較想要試的是LS 我要看看LS這次的改變有什麼 可是現在原廠還沒有試乘車 那以LM來說 不要說LM Alpha也好 甚至其他的MPV車型 其他品牌的 車輛的質感和駕駛 決定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駕駛者 很線性的煞車 很線性的油門 很線性的方向盤轉向 會讓乘坐對於這台車的質感 會有很大的影響 你如果開車都是那種 上車都要油門踩到底 你看我們後面的攝影 它的鏡頭都知道 踩到 然後煞車的時候要這樣 要這樣很用力的踩 而不是線性的 你看你在市區行駛 一個紅綠燈就是一個加速一個煞車 一個向口就是一個轉彎 你轉彎的時候方向盤的轉向快慢 前後左右擺動都取決在駕駛者 一個觀念很正確的駕駛者 會決定這台車的駕駛 就有再好的質感 再好的動力 再好的底盤性能 你沒有一個很好的開車觀念的駕駛 這些都沒有用 都白搭 你在轉方向盤的時候 慢慢的切換車道 巷弄間穿梭的時候 90度的轉彎 慢慢的去轉動方向盤 然後提早煞車 延遲加速 因為這個車子 1米9的車高 加上比較大的車體 在高速公路也好 在市區駕駛也好 車體的晃動都會比較大 都會比較大的情況下 你要怎麼樣去拿捏這個慣性 這個很重要 以LM來說 它的移動過程 和之前的 Alfa V6 3.5 有很大的不同 尤其V6 3.5後期 馬力到300匹 變8速變速箱 整個加速的線性呢 你幾乎可以很好的去掌控 而且如魚得水 任何需要的速度點 不管是在高速公路 或在市區 你油門踩踏 都是很滿足的 很滿意的 油電不一樣 你要有一段加速過程 才能夠達到你要的速度 但是相對的換來的就是 比較好的油耗表現 以及比較平穩 比較安穩的加速過程 它的動力只是堪用 可是除了這個 我剛剛強調 除了這個以外 整個車司的寧靜度 甚至包含移動過程的質感 甚至外觀的氣派程度 確實 目前在台灣駅市場 它還是沒有競爭對手 就不管是賓士的V-Class 它沒有第二排這麼豪華的配備 甚至包含了 我們之前試駕的Multi-Van 它後座是以商務為主 不像這個後座 如果是後座買家 買這款車子的話 其實都非常適合 家庭使用也很適合 你看這個移動過程 加速 現在目前還可以用到純電 時速20、30以上 可是當今天前面沒有車 你看我油沒塞 我踩多一點 引擎就啟動了 啟動之後 油電的優勢就不見了 當然電還是會輔助動力 但是輔助動力的效能有限 你要的就是 就是緩慢的移動過程中得到的質感 那LN來說 因為它是以Alpha為基礎 所延伸出來的孫生車 我們期待未來它的大改款 因為這台車在對岸大陸 甚至包含在台灣 甚至在香港 好像一些幼駕的地方 也賣得很好 所以它一定會做大改款 大改款之後 如果它是獨立的研發 它有很多地方需要改進 畢竟它是用Alpha為基礎 但是未來如果LN這台車 它可以獨立做研發 獨立設計它的外型 獨立設計它的內裝的話 我相信這台車會得到更多 後座買家的勤來 你看它就是 很好的代步享受 但是稱不上是一個 性能表現非常好的車款 性能表現讓它的 駕馭的樂趣打了很大的折扣 可是相對的 換來的是 車內乘坐者 很好的 很享受 很有質感的移動過程 最後就是LSS Plus 我們上次試駕過 因為它跟RX是一套系統的 我覺得它在車道G中的部分 可以再做得更直接一點 也就是說更機婆一點 然後在ACC的判別上 煞車的部分 加速的過程沒有問題 它沒有全油門 在煞車的判讀上 前方的距離可以測得遠一點 因為你測得遠 測得早 你的煞車就可以提早 你就不會這麼的突兀 這個我覺得是LSS Plus 未來要再升級 可能變成Double Plus 或怎麼樣的時候 可能這些地方都要做改進的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動力 我們知道Siana有一個2.5的油墊 它的動力是破200多匹的 幾乎已經快跟2.5渦輪一樣的動力了 那個車我還沒試過 因為那個車現在都還沒交車 好像四月才能交車 而且也沒有四人車 我很好奇它的動力 會來會不會用在兩人上面